登蘭店 登蘭店 登蘭店是一種文化儀長 絕術營業是很可惜 當時年的時間是給前田 登蘭店是一個帶來一個 更其他書店沒辦法對比的價值 如果說大家都把這麼大的地標 這麼重要的一個地標 把它當成一個商業模式的成功 跟大環境的影響的結果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被錢控制住了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是覺得真的可惜啊 請不要走 真的到現在我都有一種無法接受的感覺 就是我沒有辦法想像我的生活百里之內 沒有一個這樣的書店 這樣子我會有點失去我對台北的想像 我沒有出過國 但是它是我瞭望世界的重要的窗口 因為這間書店 你可以活在比你現實生活裡面更大的 想像的世界裡面 我後來可能有個斜槓人生 我覺得都是我大學時代 其實成品貢獻很多 因為如果沒有它這樣幫我打開這個視野 我今天的視野就還是可能停留在 公民老師 社會科學這個東西 特別是這個書店 24小時這一間 它真的幫了我很多 在燈藍成品 我們看到這個史上的世界 是我們這麼多人 這麽幾代人 共同的一個青春的記憶 然後我們在當中得到了很多的滋養 所以我希望它 或許在這個點結束了 但是希望它將來能在很多不同的城市 仍然能夠孕育著不同的靈魂 要謝謝敦然陳平這樣一個老朋友 這麼多年來一直默默地在某處 發光 發熱 發亮 然後溫暖著這麼多人 我覺得那是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時光 然後謝謝陳平的陪伴 感謝陳平這二十年來 始終扮演著我人生中的閱讀歸屬之地 我個人覺得說有什麼東西衰弱的話 那個基本上是一個淘汰制 是把那個旁邊的那個 有點像煮湯一樣的把那個浮沫擀開 然後提煉出最精準的那些東西出來 它已經是一個很棒的空間 而且給我們很大的記憶 那現在它要洗燈 我們就期待說接下來陳平這個事業 它會帶給我們什麼 作為一個跟陳平一起成長 被陳平勤募 尤其是頓南陳平的愛書人 寫書人 其實非常期許 陳平在經過這些年的不斷各種的探索 有明有滅 有亮有暗 還是可以期許他在未來 可以成為台灣的文化地圖上 最閃亮的一顆星星 species不消 Kīt 大靠 supported流光 太久了 桃王